故事一 销货成本之计算 小丽休息时盘点库存所剩的食材 我们称为期末存货 这些期末存货会移转至下周或下期继续使用 它也变成下个月的存货 我们在会计上称为期初存货 所以小丽要计算销货成本时 除了可以运用列表的方式来计算以外 也可以使用图示的方式来表示 以计算出当月的销货成本 如果采用的是损益表格式 销货成本的计算为 期初存货加进货 就是各项食材成本 等于可供销售商品 减去期末存货 等于销货成本 小丽要计算销货成本 才能得到销货毛利 计算方式说明如下 上图中间 我们可视为豆浆店的仓库 仓库内的商品 食材 维豆浆店可以经过生产加工 而销售的早餐产品 它们的来源是本周以前 购进尚未生产出售的商品 我们视为豆浆店的 其初存货 再加上本周购入的商品 食材 我们称它为进货 如果本周一开始没有存货 代表着其初存货是零 然后这个星期 为了营业的用途 小丽豆浆店不断地购买食材 糖 佐料 面粉等原料 这些商品的成本 通通计算为进货 所以销永和豆浆店的仓库内 可以销售的商品成本 我们称为可供销售商品 它是由其初存货和进货两项所组成 进货是指购进准备销售之商品 可供销售商品等于 其初存货加进货 接着休息时 小丽就到仓库盘点 看看还有多少未实用的食材 这些未实用的食材商品 我们就称它为其末存货 因为这些食材没有经过生产销售出去 所以不能计算于销货成本项目中 小丽为了计算本周的销货成本 就必须有本周的可供销售商品成本 减去其末存货成本而得到 所以销货成本的计算步骤为 其初存货加进货 等于可供销售商品 可供销售商品减其末存货 等于销货成本 可以再看一下右上角销货成本的公式 谢谢大家